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胖头鱼头 先放入流动的清水 把鱼清洗一下 这是我让老板提前处理好了的 先用流动的清水 把鱼头里面的黑膜全部刮干净 刮干净之后再冲去血水 做剁椒鱼头一定要用最新鲜的鱼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鲜 肉质才会最细了 像这样的多冲洗一下 冲至里面没有任何缺水就可以了 然后把鱼头捞起来 沥干水分放在蒸把上 再将鱼肉打上花刀 鱼头这里也要将它砍断 等下在吃的时候夹起来很方便 翻过来要将鱼骨也砍断 接下来准备简单的配菜 准备一块大一点的生姜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切成细细的粗丝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两根小葱先切断 再把葱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也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把金金菇 先去掉菇的根部 再把金金菇全部掰碎 掰成这样的小块就可以了 全部掰散之后 把它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清洗干净 洗完之后浸泡五分钟 再沥干水分备用 锅中放入切好的姜丝 葱段加进来 再把金针菇全部摆放在锅里面 均匀地铺开 然后把鱼头放在金针菇上面 往鱼头身上刷上一层油 这样煮出来的鱼头 不仅色泽亮丽 而且吃起来没有腥味 同时还会更加的鲜嫩 有条件的可以刷橄榄油 或者是双茶油 刷完油之后 再放上一包剁椒酱 这样的剁椒酱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到 然后用一个勺子将剁椒酱 全部铺满均匀 把辣椒酱趴散 这个辣椒酱是已经调好了的 放入了这包辣椒酱 其他的调料基本上都不用放了 然后从锅的边缘淋入一瓶啤酒 啤酒能够去腥增鲜 还可以愣肉 接下来扣上锅盖 大火炖六分钟 炖这个鱼头 千万不要煮得太久 煮太久 鱼就老了 时机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看到这颗白色的引珠 蹦出来了 就说明已经熟了 汤色也特别的诱人 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然后往锅里面撒上一些葱花点缀 一道非常鲜美的剁椒鱼头 就做好了 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鱼头 非常的鲜嫩多汁 鱼头肉放到嘴里比豆腐还嫩 咬一口盲嘴流香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